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在这里我会分享我的旅行摄影技巧,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对于城市和风光摄影来说,无论是在拍摄前期设置相机内的参数 还是后期利用软件进行修图 最大的目的就是让照片当中所有的颜色能够还原最真实的色彩 这其中白平衡的设置是最不可忽视的 在后期修图的时候,可以利用白平衡来校正拍摄时所产生的偏色 可是我也在想,我的眼睛所看到的颜色是正确的吗 我所认为照片偏绿,它真的偏绿吗 如果显示器的颜色不准怎么办 要是能有一个功能可以辅助我,告诉我什么才是正确的白平衡,该有多好 今天分享的这个Lighterm小技巧,刚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白平衡的色温和色调数值呢,和一张照片最终呈现的颜色效果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所以在后期一张照片的时候,第一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校正白平衡 因为数码相机在拍摄过程中所做出的判断是非常有可能有偏差的 例如在拍摄雪景或者是画面中阴影过多的照片 颜色呢,多多少少都会偏蓝 而使用MD减光滤镜的时候呢,照片也是会有出现偏色的情况 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Lightroom进行白平衡的调整 我使用的版本是Adobe Lightroom Classic 9.2版 在Lightroom的基本面板当中呢,比较直观的调整方法呢 就是用鼠标直接拖动色温和色调的数值 但是如果对色温工作原理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呀 这种方法就很让人头疼了 因为不知道要选多少的K值才合适 也会呢,比较浪费时间 另外一个设置白平衡的方法呢 是在白平衡的设置的右侧,有一个下拉菜单 这里呢,会显示几种不同的预设和相机内设置的白平衡操作 非常的类似 其中原照设置呢,就是拍摄时我们在相机里所使用的白平衡数值 这里呢,可以做一个参考 自动以及其他几个预设呢,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预览照片 在不同的白平衡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呢 色温的数值以及预设菜单 只会出现在编辑RAW格式文档的时候 如果拍摄的是JPEG模式呢,是没有这个设置的 它只有原照自动自定义 在色温数值呢,它也不会显示色温的K值 只显示加与减的这样的调整数值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拍摄的时候使用RAW格式文档 一张照片的白平衡会有四种偏色的可能性 偏蓝 太黄 绿调过多 还有太粉 白平衡中的色温和色调这两个设置呢 就是为了调整这四种偏色的 当颜色偏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色温 右移 色调太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色调的数值 左移 但是这些都要靠我们用眼睛来判断 为了提高准确度呢,我们可以使用局部采样的方法来校正白平衡 第三种校正白平衡的方式啊,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技巧 在白平衡的设置左侧呢,有这样一个低管的图标 叫做白平衡选择器 点击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低管的形式 然后呢,我们要在照片当中选择一个中性颜色的部分 来进行取样 也就是本应该是白色或者是灰色的部分 在这儿啊,一定要记得勾选 在这下边有一个叫做显示放大视图的这么一个工具 一定要把它选择上 在这个放大视图下侧呢,可以看到有三个数值 是RGB,也就是Red,Green,Blue,红,绿,蓝 它们呢,是光的三原色 当这三个数字非常非常接近的时候 说明啊,这个部分的颜色是中性的 在画面当中,本应该是灰色中性颜色的楼 但是呢,现在它下面RGB的信息显示的是 红色为34.9,绿色32.9,蓝色32.3 那么说明红色的部分,我们要进行调整 这个时候呢,不要按下鼠标来自动修正白平衡 我们只使用键盘的上下左右键来手动调整白平衡 现在红色的部分过多,说明照片当中的暖色调过多 那么我们现在要增加冷色调 键盘的上下键,上是增加暖色调 你可以看到我不停地按上键的话 色温的部分是一直在以5050的这样的数值增加 但是当我按上下键的下的时候 它会往色温的左侧,也就是冷色调的方向移动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将红色的部分调整到和绿和蓝更为相近 现在比较相近了 现在红色是33.7,蓝色是33.6 那么说明红蓝现在两个颜色是已经非常平衡的 但是绿色却比红蓝要少 那么我们就要增加照片当中的绿色 这个时候我们按方向键的左和右 左侧是增加绿色,而右侧是增加粉色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照片当中的三个颜色数值非常接近了 那么也就说明我们现在所取样的部分 也就是这栋灰色的楼 我们已经把它校正到了中性色彩 这就说明现在整张照片的白平衡是正确的 以上就是我在Lightroom当中调整白平衡时所使用的小技巧 在使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就算是显示器的颜色不准确 也可以通过RGB的数值来判断色温和色调是否准确了 甚至还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一张照片当中 任意一个位置的颜色状态 在基本面板当中的任何设置 都是影响整张照片的全局色彩 所以说这些设置是一张照片的基础建设 在确保基本设置都正确之后 再进行局部的调整 例如我之前所讲过的HSL小工具 可以控制照片当中局部颜色的小技巧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车人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